我們現在進入這個Line Creator Market 我們就可以先進去 因為它是人文字 我們就轉回它做中文 你要註冊它 註冊之後 就可以去個人頁面 進入個人頁面 如果你想做貼紙的話 你就按一下 我轉回中文 製作準則 先打開它 它就會教你製作準則 因為它有不同的 它有貼圖 動態貼圖 隨你填貼圖 信息貼圖 貼圖就是普通的貼紙 就是普通的貼紙 或者是公仔 帶來整個字 Good Morning 另一個動態貼圖 就是會動的貼圖 就是動態的貼圖 但是這個 它會做一點複雜 隨你填貼圖 隨你填貼圖 就是隨你填貼圖 就任客人自己填 他想寫的名字 他想寫的名字 可能阿Ben 早晨 那樣 那你客人可以 平日想要改哪個名字都可以 那你就 留下一個空間給它填名的意思 那 那麼信息貼圖呢 就是 你填一個公仔出來 你留個地方 空白了給他 那 空白了那 那空白了的位置 就任他自己想寫什麼 大貼圖就是比較大的貼圖 其實跟貼圖沒有分別 進去按一按貼圖 它就要你做三樣東西 主要圖片就是你進去想買貼資的時候 主要的圖片 平時可能它會把圖片展示出來 給人看 如果吸引到別人就會按進去 所以這張圖片也很重要 它的尺寸是很重要的 就是240x240 全部是Pixel 貼圖圖片呢 你可以選擇 你的貼紙是想入面有8張 16張 24張、32張、40張 我通常會做16張 因為24張比較多 16張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你通常不想買到這麼貴的價錢 可能別人不想 一次過給你這麼多錢 買這麼多回來 8張也好像太少 因為它最便宜 就是370x320 320 最大 你可以小 但是 要記得全部都是要透明背景 所以你一定要用png 不要用JPG 不要用JPG JPG就不太行 所以它也只限你用png 這裡 這裡 你Save的時候要用png 以及要透明 你後面就不可以白色 總之要透明 這樣 聊天室 標誌貼圖 就好像 你 發出貼紙 下面就有很小的 小貼紙 可以選擇貼紙 你買了什麼貼紙 你可以選擇 就是那個貼紙 這個就很小的 96x74 其實你知道 全部要用RGB 因為RGB是給電腦看的 CMYK就是印出來的 RGB 全部要小一個 一個MAT 其實很簡單 一個MAT 其實也很大的 你不可能如何超越它 除非你這張貼紙真的很色彩 然後就沒有什麼 文字 有多少 裡面有多少 其實Sticker 這些 也不會寫很多東西在裡面 所以 也不需要太過 理會 這些東西 這些Sticker 你可以看看 對 留一點空位 對 對 那就注意一下 因為LINE 它有一點點 鹽的 之前可能我 畫了一張 就是後面有一個東京鐵塔 那個也不行 因為它說有這個 Copyright 所以又斷了我 又不讓我買 那張貼紙 那張貼紙 然後我另外一張 就有一個 阿嬸露了少許屁股出來 那張貼紙也不行 又說露得太多肉 所以這樣又不行 所以就普通 普普通通的那些都可以的 好 那我們回上去 那 準備好了 你把你的圖片寫完 那 之後呢 那 去回個人頁面 我們 那 我這些 就在賣 賣 或者在等它審核 那 我就開始想做了 珍珍 珍珍 之後它就會 問你了 你是想貼圖 表情貼 主題 貼圖就是普通的貼紙 表情貼就是Emoji 可能小隻很多 很多隻 那主題呢 就是各片 它是 即是 那它叫什麼 就是以前 好像叫Skin 那些 那我們這兩個 就不用理它了 那我們現在是貼圖 那它就問你了 你是想 選哪一隻貼圖呢 那我就 普通貼圖 那 這次是普通貼圖 那就打標題了 英文就一定要的 英文就一定要 那我們可以試 但打 Happy Happy 那 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現在正在試 那貼圖說明 那你就寫 寫一寫 嗯 是什麼 那其實我覺得 你最好就是 如果你是買一些 狗仔的貼紙 那你就寫明 好 這裡是狗仔貼紙 那下面 你又寫 狗仔貼紙 那那 找呢 會比較容易 找到你出來 就是如果 人家想找些狗的貼紙 那 那 新增語言 那你可以加其他語言 對 那 加了會好一點 就是隨便 Google 翻譯都可以 那 版權 就隨便 那你自己 你自己的個人公司 叫什麼 那你就寫什麼 風格是什麼 可愛 那 狗仔 這些是顯示的 超值方案的意思 就是可以做Premium 就是有些人給了錢 那他可以任你用 任他用那些貼紙 去上班參加 那 其實 通常他會幫你 提供貼紙 因為他會自己參加 所以你不用怎麼理他 那 你這裡可以選地區 那 太平亞洲 那些 其實 那你當然 想多些客戶的話 那你就選擇 那 有可能 如果你那些貼紙 比較有些敏感的地方 他可能要你剷掉一些地方 我之前就被人叫我剷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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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不要 印尼 其實我都不太清楚 不過 他叫我不要 不要 我就不 但是 他會反正跟你說 所以你現在先把他按照 沒什麼所謂 就是 可以按所有 犯售 的地區 這些就不參加 因為你不是Animation 那就OK的 儲存 沒錯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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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儲存 之後 我現在找了一個 是我等待審核中的其中一個 給你們看 那我就去貼圖圖片 那 就上載我剛才自己做的貼圖出來 那 對了 標籤設定 你可以在這裡 Tag 對 他可以讓你選擇 Tag 那 多少錢 你可以選多少錢 最便宜的 它又或是Clyb Studio 這樣 首先 werden新AP 新AP 開出新AP 新AP 準則是370 我先不弄主要圖片 我先弄普通圖片 370x320 370x320 如果有一個圖片的話 高一點也不要緊 14434350也不錯 但我覺得72已經不錯 因為它很小 Unit是Pixel 所以PX 這個就是Transparency Background 不是說背景是白色 你便開始製作你的圖片 你隨便畫一些東西 Good Morning 那你就 Save 因為我這個不是Photoshop 所以Save as 沒有用的 我一定要在Export PNG 是一定要PNG 對 那 隨便 現在整個名字 1 喔 我先Save在Desktop 那 RGB Color 你Save 你準備好你的圖片之後 你就可以貼圖 編輯 那 Main 就是你的主要圖片 那你上傳它 Tap 上傳它 那這些就開始Sticker 上傳你的Sticker 剛才就是Save了1 那我就找回它出來 那 就在這裡 那這裡可以試一下你的背景 可能因為有些人背景不同 是不同色 那會變成怎樣 那現在黑色這個就不行了 因為我是用黑色筆畫的 那如果它背景是黑色 你按就什麼都看不到 那所以這件事呢 都要注意一下 那其實你上傳它之後 它已經自動Save了 所以你不需要按什麼按鍵 那你翻回就可以了 那你搞定 之後呢 就OK的 現在只有8幅圖 那如果回到剛才那裡 你可以選擇16幅圖 或者24幅圖 都OK的 那標籤 那你可以選擇 那你可以選擇 選擇 現在這個我是Good Morning 那你就選擇 早安 這樣 時間啦 我這裡找不到 要慢慢找才找到 那你隨便選擇 隨便按三個 它只給你選三個 對 三個 那其實呢 你如果亂來 它會回到後 跟你說 你這個Tag 是不合照 你這個圖片的 可能會彈回來 所以 你還是慢慢找會好些 不要亂來 那儲存了 那最後就是這個價錢 那你就選擇 那你如果想購買一購買 最貴的就有人跟你買 不過應該也沒有 那通常都120日圓 那儲存 儲存了之後呢 那你就檢查一下它 檢查清楚 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它 檢查一下它 這個就是我的Sticker 因為我沒有上載過 沒有上載過 那裡 那所以 現在 因為我只有一張圖 所以我只有一張圖看 總之你檢查一下它 有沒有問題 那你就可以送出申請 這裡 送出申請 那你送出申請之後 其實 因為現在可能疫情的關係 它可能會長一點 那 如果是普通貼圖的話 那 有些我等了一個星期 還在等 有些人我上網看 是等了一個月 是一個月 最慘的是 你一個月等完之後 他又回到頭 跟你說 這個不行 那時候 到時候 你又要再改一個 再重新改一個 再重新改一個 又一個月 有些人是選了三個月 才能買到一副貼紙 但是 它現在呢 如果你是選 信息貼紙 一天就可以了 那 大致上 都是這樣 的了 還有這裡 當你 上載了 你的東西 之後 你還未申請 之前 你可以檢查一下 實際 看看完成後 這條 按這裡 這樣 它就會有一個 測試器 就是這個 當作是你的線 剛才我畫的東西 就會在這裡 按一下 就可以檢查一下 到底人家用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夠不夠大 夠不夠小 清楚 這樣 這些是我 之前做的 我這個是訊息貼紙 來的 所以我畫了空位 給它 讓客人可以自己 打進去 這些都是訊息貼紙 你可以在這裡玩一玩 你覺得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送出申請 送出申請 送出申請 這裡就會看看 你賣了多少錢 那些 你可以按進去看 那 它的統計 就是 地區 什麼人用過 哪個國家買過你的東西 其實我這裡看到很多國家買了我的東西 不就是用過的東西 其實不是 因為 有點奇怪 因為 在Swedding這裡 我有4千多個人收到 即4千多人 收到4千多人 我覺得沒什麼可能 所以 應該有點壞 但是我通常會看送出 因為你送出 是代表你買了才可以送出 收的未必會買你的 所以我不會看這邊 我會看傳送次數 這一邊 即是 我才賣了一個月 其實我也一般 但好過 本來是打算自己玩一下 所以 沒有特別想賺錢 那些 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是